其实从想象空间呢 我们可以看到英文的title是The Music Room 那其实如果大家记得2000年的时候呢 杰宜出版过一本英文诗集 想入飞飞 那它是中英对异的 那里面其实就有这么一篇The Music Room 是杰宜自己写的 他记载了杰宜 有时候对音乐式的一种灯光跟空间的很多记忆 你会跟我们分享一下 是不是因为这一篇文章 然后想到了The Music Room 像刚才我想 其实The Music Room它并不是一个直接翻译 想象空间 可是为什么我觉得它还是有连贯的 因为就是我记得 这首诗是我对幼稚园上过一堂音乐课的一个回忆 所以在那个年龄五六岁的时候 我就已经发觉到 在每当我进入那个音乐试 我就可以变成我想要变成的东西 可能是一只鸟 可能是一只蝴蝶或一朵花 因为那时老师都会弹钢琴 然后小朋友就会扮演不同的角色 其实我看了这篇这篇诗之后呢 其中有一段我觉得写得很好 我的小手在小手 他的中文是梁文福帮我翻译 文福写的 所以那个感觉就是你这么小的年龄五六岁 你就会感受到灯光跟房间带给你的很多想象 很多的想象 还有就是所以我真的希望 其实很难 我知道大家可能都会希望我可以更具体的告诉你说 到底你演唱会是怎么样 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讲 因为抽象意象的东西是很难去讲的 所以我只能够说你们一定要来看我的演唱会 而且这个不是因为 It's not like a salesman talk 而是真的我不晓得怎么跟你形容 所以我们今天尽量没有请你们去什么饭店的一个ballroom 是因为希望可以给你一点点这种感觉 跟你聊天的时候我知道你是用友情去请来了很多很多朋友帮你的 对 我觉得因为真的可能因为有六年没有唱歌 后来我觉得重新回到舞台重新进到录音室 我真的发觉到真的是出外靠朋友很多东西 我觉得假如不是我以前奠定一下的基础跟一些友情跟家情 我觉得很多东西都做不出来 而且当大家一起在用那种玩乐的心态去工作 原来是很好玩的 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我面对我的表演工作带着 所以我希望是用专业的态度可是带着玩乐的心情去做 那可能会是半功倍 那说说你从朋友那儿得到的帮助 比如说这一次你有一个九人的乐队 还有灯光的设计 对灯光设计在上面 Dorothy Hello Dorothy也是我在雨季的时候就是认识的 然后我很欣赏她的她打的灯光 我也觉得可能她也是一个女生 然后她也有听我的歌 我就希望她可以用她的那个心情去诠释 用灯光来诠释我要表演的东西 其实这真的很抽象 灯光也可以唱歌 对 灯光也可以唱歌 Dorothy 没有压力 没有压力 那乐队呢 都是你过往合作过的 有很多位是这一次在我的专辑一起合作的 所以有些马来西亚的朋友 好像也有来自美国的一位鼓手 好像 所以是很出色的一个乐队 灯光加上音乐 吴庆龙 大家都很熟悉 吴庆龙 吴庆龙是你的好朋友 所以她是这一次的音乐总监吗 对 哇很难得耶 可以请她一起 全部都是本地疆 很难得 而且我不晓得可不可以讲 不过我觉得 I know the media would like that 这次也要感谢王力宏 为什么 因为 不是她会来 OK 先不要紧张 是因为 其实 庆龙也得担任她的音乐总监 不过有一个棋刚好就卡在那里 就是我的尾端 她的开始 那 丽红就很nice 说是杰一好好 那我们改棋 它是为了你改棋耶 因为 要不然我们也不想 庆龙就是被 被 抛来抛去 所以我非常感谢李红 很有风度的 这样子 对 那 其实我也知道 在服装 发型 造型方面呢 你也请来了 这些年合作的 好朋友帮你 对 今天这身打扮 是不是他们帮忙 还是你自己 是Johnny帮我 帮我 做这个造型 不过其实我跟Johnny 每当我们聊 聊到衣服 旁边的人都很 觉得我们很烦 因为都很夸张 然后Johnny都会 哦 你 你知道 你知道 Johnny 所以我们都会 一讲到服装 就 进入我们自己的世界 然后 其实我一直都是 Vivian Westwood的 的 fan 所以我自己 本来也是很喜欢 她的衣服 那这一次 我觉得更 蛮搭配 我们整个 就是有一点 另类 有一点抽象 有一点 戏剧张力的 那个 所以跟灯光 应该是配合 对 所以今天全身是 Vivian Westwood 很漂亮 然后我里面穿的 一些东西都是 vintage的东西 所以很有感觉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